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重提方案出台 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伦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方案为澳门日后的发展作出良好的铺垫 过去十多二十年的时候 澳门的确我们哪怕你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人才的机缘 我们在那个加工方面做得不够突出 以后譬如就现在我们多了106平方公里的地 就在这一方面我们怎么可以利用一线 可以把免税的产品到我们合作区 加工之后再收回到内地那么庞大的市场 这个也是这一期体现了 我们未来的空间还是很无限的 他有表示就深合区以及前外方案的出台 足见中央政府对港澳融入大湾区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他呼吁澳门的企业家要好好地捉紧机遇